荷蘭媒體《人民報》週二報導 荷蘭奧委會發出緊急建議 本月底前往北京參加冬奧會的荷蘭運動員 必須將自己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留在家中 避免被中方監控 荷蘭奧委會計劃在冬奧會期間 向運動員提供沒有使用過的電子信息設備 荷蘭奧委會技術總管亨德里克斯 證實了這一說法 他還表示 兩個月前荷蘭情報機構更新了有關中國的信息 《人民報》引述他的話說 這是慣例 通過這種做法 我們可以密切關注中國的安全局勢 政治因素和網絡安全 荷蘭一家網絡安全公司創始人 普羅格·梅克斯轉發了這篇文章 並表示這一行動非常明智 普羅格·梅克斯表示 在中國使用虛擬專用網絡幾乎不可行 因為這意味著和中共政府的基礎設施直接連通 普羅格·梅克斯還指出 中共政府還承諾關閉網絡防火牆 允許國外運動員使用社交媒體 而這種說法肯定會被中共當局監控 多家西方媒體上個月報導 澳大利亞安全專家警告前往北京的運動員 將受到中共網絡間諜的追蹤 據悉 這些運動員在北京期間將使用臨時手機和SIM卡 而早在201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 路透社等媒體揭露 中共在奧運會指定酒店內安裝了網絡監控設備 新唐人記者 畢新詞 名譽 綜合報導 作詞 fact consists 消費 من喇運會 和安裝 追蹤